我们再来关注英国伦敦公寓大火的消息 导致79人遇难的哥伦菲尔大楼火灾原因已经查明 伦敦警方23号证实大火是由四层的一个房间内的冰箱起火引发的 此外 大楼刚铺设不久的外墙材料未能通过安全检测 警方将考虑以过失杀人罪等罪名起诉相关责任主体 23号 伦敦警察局官员菲奥纳·麦克马克说 专家们已经得出结论 这场自二战以来导致伦敦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石油型号为FF175BP的热点牌冰箱失火引发 起火地点为冰箱的冷冻室 失火原因并非人为所致 据悉 热点牌家电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业务归美国家电巨头惠尔普所有 惠尔普公司称 失火型号的冰箱生产于2006年至2009年 共生产了6.4万台 此前从未发生过召回事件 目前公司正与英国当局合作调查 英国政府要求立即对该型号冰箱进行技术检验 将根据结果决定是否进一步采取行动 英国政府同时说 拥有同款冰箱的人没有必要应担心起火停用 至于大火蔓延迅速的主要原因 迈克马克说 警方已委托专业机构检测了格伦菲尔大楼翻修中使用的外墙隔热隔音材料 发现它完全不合格 迈克马克还说 他们正在审查与大楼建设及翻修有关的每一家公司 将严惩所有对火灾负有责任的主体 正考虑所有适合的起诉罪名 包括过失杀人罪 据法新社报道说 格伦菲尔大楼的惨剧发生之后 为防患于未然 英国政府每天检测超过100栋大楼的外墙材料样本 据23号数据显示 已确认伦敦曼彻斯特等地区 共11栋公寓楼的外墙材料一然 北伦敦市政局连夜疏散了800户居民 他们所住的楼房的外墙材料 和着火的格伦菲尔大楼来自同一家公司